地鐵發生通車二十多年來第一宗的縱火案 朝早繁忙時間 一列油尖沙咀駕往金鐘的列車 有人在車廂裏點着異言物品 1200個乘客要疏散 14個人感度不惜 經過治理之後已經全部出院 而警方就追緝了一個年約50歲的男人 江麗群報道 逃離車廂的乘客還未驚遠 我看我的男人在那裡放火 很大火的時候就整車都在這裏 有些人看背刀連鞋都掉了 同一卡戶戶頭的位置 有個男人很大聲地喊 說你在那裡燒什麼 很大聲 我們看一看 已經很火光紅紅那隻 然後我走 然後我已經走整個站 走黑了 已經透不出氣 我非常害怕 然後按鐘 有人按鐘 然後跑 最後就全都在那裡 每個人都在那裡 然後掩著鼻子 因為很辛苦 休息不了 然後等下個站到了 很快要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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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傷和受驚的乘客 就由救護車送去醫院 那件發生之後 列車頭卡車廂 都大半個都有焚燒過的行跡 駕駛室都有波及 乘客逃生的時候走得幾急 整地雜物一看就知道 一些滅火桶就沒有用過 由於列車用防火物料 火警之後 車廂內的電子顯示器 仍然運作 消防署在出示列車 找到天拿水和五個瓶裝石油器官 相信曾經有氣瓶爆炸 警方就在車站控制室 帶走一些錄影帶調查 現時追緝一個戴著手推車和膠袋的 50歲男人 同調犯案動機 我們相信這是一個刑事案 是有人刻意去縱火的 我可以跟各位說 沒有任何的跡象顯示 這是一個恐怖的活動 時派早上9時左右 一列向中環方向的地鐵列車發生火警 往來中環至尖沙咀的列車服務 一度受影響 有線電視記者江麗群報道 警方就呼籲目擊到 今早地鐵重火案的市民 聯絡他們提供資料 警方設立的熱線電話 是2859-8500 地鐵公司表示 在火警發生之後 已經依足程序應變 而選擇 將著火的列車駛到月台 才疏散乘客 也是恰當的做法 曾楚群報道 火警發生時 列車上有千二名乘客 全部都可以在兩分鐘之內疏散 我們感謝當時列車上的乘客 在事件發生時保持冷靜 有助阻止更嚴重的事情發生 我們對所有 從這件事件影響的乘客 表示欠義 地鐵說 朝早9點12分 列車距離金鐘站月台 還有360米時 車長通知中央控制中心發生火警 一分鐘之後 控制中心通知金鐘站 列車在9點14分埋站 即時疏散車上乘客 同時都通知消防和警方 兩分鐘之後 地鐵發出紅色警報 並且通知運輸署發生了嚴重事故 全過金鐘站的人都要疏散 地鐵職員在9點17分 將火救息 三分鐘之後 消防員才到場 為免繼續阻礙服務 9點34分 地鐵就將列車洗走 六分鐘之後 全灣線服務回復正常 地鐵強調 著火的列車沒有即時在隧道內停下 是恰當的做法 地鐵說他們已經幫所有乘客買了第三者保險 他們稍後也會看看 有沒有需要在車廂內安裝閉路電視加強監察 有線電視記者曾楚群報道 消防署說地鐵的防火設備已經足夠 而且定期有火警演習 有消防工程師就認為 地鐵車廂主要是用非二燃的物料製造 發生大火的機會很低 賀永康報道 消防工程師張契新看過地鐵列車的車廂 同意這裏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採用非二燃物料 防火方面屬於高水平 車廂裏面你會見到我們的座椅 是不受礦的 不可以燃燒 其他我們很少類很少類的東西 可以燃燒的 例如這些膠邊 或者這些扶手 除此之外 可以燃燒的東西已經減到很低很低 他說地鐵的乘客多 很難逐一檢查有沒有人攜帶危險奔上車 除了滅火筒之外 他認為可以考慮新的滅火系統 可以自動或者用人手控制 一有火他自己噴些水泡出來 這樣把火即時可以控制到 消防署就說地鐵的防火設施足夠 而且和消防署有工作聯絡小組 每半年開會一次 而一年也起碼有六次進行各類型的演習 有線電視記者何永康報導